供养者 宣战于 尽才 行 以为供 有所 设字为养 这把供养两个字 分开来讲 尽才 这种行为 这是供养 供养 有所设字 这个字就是字养 设手 字养 这样的意思 说言 财跟行 指二种供养 财 财供养 指的是香花 饮食 汤药 财物 头目 脑水 大地 山火 等等的 气 那我们讲的是 物质上的供养 精神上的供养 都包括在 财供养里面 第二是法供养 法是修行 如属修行 以为供养 修行供养 重要啊 佛希望我们成佛 成佛不修行 那怎么行呢 修行两个字 意思一定搞清楚 搞明白 现在很多人误会了啊 修行这个名词 意思搞错了 修是修正 行是行为 行为有了错误 把它修正过来 叫修行 行为多 佛经把它用三大类 就通下了 第一个是 身的动作 身体的造作 这叫深夜的行为 第二个言语 口业的行为 第三个 其心动念 叫异业的行为 包括 分别之主 犯了错误了 把错误修正过来 叫修行 修行是修正行为 或者我们讲 修正错误的行为 是不是 诵经 拜餐 不是 那是一种行之 行事 佛法 重识志 不重行事 这些重要的 开始 必须要记住啊 三种行为里面 最重要是意 就是 其心动念 那 意 就是思想 纯正 你的言行 哪有不正的道理 所以真正修行 思想 摆在第一了 这让我们想到 释迦牟尼佛 为什么 四十九年 将经说法 帮助我们 有个正确的思想 有个正常的理念 这个重要啊 经论 就是标准 经理论三藏 就是修正 身口意的标准 戒律 是修正 身的标准 经理论 是修正 心的标准 就是意义的标准 经论 戒律 是身口 经论 是意义 其心动念 分别之处 用这种标准 常常读诵 三藏经典 我们就能掌握到 正确的标准 然后守住 决定不回法 现在修佛难了 为什么呢 不尊重这个标准 认为这个标准呢 是过世了 是古代的 不后乎现代 过修 现在人用过修做标准 不用简论 过修标准很现实 对我有利点 我就去做 对我不利点 我就不做 只有自己 不太重视别人 那标准错了 做错了 自己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不要进 英国知道 英国不饶人 我们要不细心去审查 卫靡地去观照 你造作的卫因 卫因是有意无意 不管是有意无意 都要受报 国报现前 怎么办 所以人 在这一生当中 的人生 最大的 一桩大死 舍在数 就是修正自己的 思想行为 在这一生当中 要把过去 无量节来 生生世世 这些错误 要忏悔 要修正 这真的是一生 最伟大的一种死 否则的话 这一生 不来了 那么我们想想一想 这一生当中 在这个世界 现在大概有 六十五 六十五到七十亿的人口 几个人在一生当中 想到这种事情 几个人在这一生当中 遇到这么好的缘分 你也能从这边细心 就观察 你才晓得 自己是多么幸运 自己这一生 多么的难得了 开金记上讲 被千万劫难遭遇 是真的 不是假的 彭吉琴 据死说 无量节来 西游难逢的 一日 我们遇到了 能不珍惜吗 能不争感吗 我们所遇到的 太难了 这一生当中 圆满成就 还有比这个事情 更重要的 没有了 事出事件 什么样的事情 跟念佛往生比 都是叫寂寞算比 都应该放下